Hi 我是 Eva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当中 我们有时候都会遇见不太熟的朋友 或者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在彼此打完招呼之后 要如何自然的开启对话和聊天 就考验着我们的闲聊能力 不管是勤场工作交际交朋友 会说话的人都是比较吃香的 而这样的人通常能够在人群当中 展现出自己的想法 让人家注意到自己的价值 进而也会比较容易受欢迎 所以即使是天生不太会聊天的人 透过练习聊天的技巧 也能够成为一个好聊的人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心态的问题 认为自己不擅长聊天的人 往往是因为害怕丢脸不敢开口 有很多人都非常高估了别人对于自己外表 或者是对于我们行为的看法 事实上就是因为预设了别人都很在意自己 反而会让你因为框架而很难发挥 这个就是心理学所说的焦点效应 因为人们往往会高估周围的人 对于自己的外表和行为的关注程度 因为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切的中心 就会直觉的也认为说 别人对我们有所注意 也因为这样的关注而让我们觉得很尴尬 或者是害怕丢脸 不过实际上在别人眼中 其实我们没有这么重要 你说了什么甚至是你说错话了 其实转个身大家都忘记了 甚至有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所以记得不会有人太在意你的 其次是当我们对自己和他人说话 有过高的期待 但是对方的回应又不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挫折 就会越来越不敢和别人聊天 这时候你必须要放下你对于谈话内容的结果和过程的期待 多尝试和别人聊天 就算结果不好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对我们的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和损失 只要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 总结来说 就是要训练你自己的脸皮的厚度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然后不要对于聊天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憧憬 任何一次的对话都保持平常心 当你调整好心态之后 再适度的去运用你的聊天技巧 才会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调整好心态之后 我们想要成为聊天高手 还可以掌握以下的几个秘诀 第一点就是要赞美对方显而易见的优点 在我们接触陌生人的时候 赞美对方是最快拉近距离的方式 可以赞美对方显而易见的优点 再小的都没关系 当你夸奖别人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亲密感 也会替现场的社交气氛加温 而且赞美对方其实花不了什么时间跟金钱 只要短短的几秒钟 你就能够简单的先建立一个互信的基础 第二点就是肯定和同理 闲聊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要在谈话当中 劈头就否定对方说的话 或者是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 很频繁的使用 可是我觉得怎样怎样 或者是说虽然你这样说 但我觉得怎样怎样 等等这样子的口头禅 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任何人在讲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被反驳绝对会不高兴 尤其是在跟你还没有这么熟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把对方的谈话引导到正面的方向 这样才能够让对方愿意说他想说的畅所欲言 那万一遇到是自己没有兴趣或者是讨厌的话题 也请你先表示肯定跟同意 然后我们再来见缝插针 用事实婉转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跟对方 也许不相同的意见 因此我们平常就要训练在各个事物当中来寻找优点 不要把好物看得太重 这样子就能够增加闲聊的题材 并且培养出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然这个是限定在社交的场合 你可能跟对方还不是这么熟悉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说是很熟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的话 要不要说实话或者是反驳对方 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了 第三就是要以提问来回应对方的问题 要提升自己的闲聊能力 你要先当一个懂得倾听的人 让对方掌握了对话的主导权 闲聊的气氛才会更活泼 当然如果对方的话真的很少 你可以主动开话题 因为人类通常是在听到自己喜欢的话题 或者是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的打开话夹子越说越多 所以我们要利用提问来回应对方的谈话 当一个好的听众 才有办法挖掘出更多的话题 第四就是以8比2的比例当一个好听众 前面我们讲到要当一个好听众 但是如果你只听不说 也很像是对方在对牛弹琴 很难持续的聊下去 再来是你可能会担心说 对方会不会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听他讲 所以才会没有任何的回应 要避免这样的麻烦 在正常的闲聊当中 我们尽量做到让对方开口讲八成 自己讲个两成 当然这个比例也会随着情况改变而调整 假设对方的话真的比较少 那你也可以调整成5比5的比例 甚至是6比4 总而言之 不要整场都是对方在说 或者是只有你在说而已 要有来有往 话题才能够持续的闲聊下去 第五个就是要避免提出是非题 以一问二答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提问 不管是老板对下属还是老师对学生的对谈 最常采用的方式都是一问一答的方式 在上位的人先问一句 然后下位的人再回答一句 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聊天 其实就算你准备再多都没有办法聊下去 但是闲聊它就像是一个一来一往的传球游戏 就好像你在打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一样 假设别人问你说 你的兴趣是什么 然后你就很简短的回答说 嗯是好吃的 那就真的是据点很难继续话题下去了 要怎么引导对方说话也很重要 要避免是非题 比如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然后对方就回答说 嗯蛮好的 或者是你问他说 那家餐厅东西好吃吗 然后他就回答你好吃 像这样是非题就很容易结束对话 气氛就会瞬间尴尬起来 所以尽量用开放式的去提问 不要用是非题 也就是说你要让对方想办法叙述一段故事 比如说那家餐厅好吃吗 你可以改成说 上次你吃的那家餐厅好吃吗 里面有哪一道菜是你特别推荐的呢 或者是你觉得最雷的是哪一道菜 那这些问题就必须要让别人解释为什么 而且还要讲一段故事 那你就可以从中来挖掘更多聊天的点 同样的当别人在问你说 哎你的兴趣是什么 当你回答完吃美食之后 你不妨试试看加几句不一样的内容 具体的分享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美食 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美食 而且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麻辣锅跟披萨 那对方可能就会接着问你说 那你是喜欢台北市的哪一家麻辣锅 或者是哪一家披萨店你推荐呢 假设他也喜欢 那这个话题就自然打开 也可以一直延续的聊下去 第六个就是可以寻找双方的共通点 并且把它记下来 难得有机会可以闲聊 不让对方留下印象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难得有机会可以见面聊天 忘记对方的人格特质也很可惜 所以请努力寻找双方的共通点 比如说你很喜欢猫狗 那聊天之后发现对方也喜欢猫狗 那你就很容易记得这个人 相对的对方也容易记得 你跟他有一个共同爱好 所以在简短的对谈当中 我们要努力的去寻找双方的共通点 可能是你们成长的城市是一样的 或者是你们是一样的学校毕业的 或者是一样的科系毕业的 在一样的领域工作等等的 找出共通点不但是可以聊得更开心 而且又是一个可以强化两个人关系的好方法 第七点就是可以运用时事话题 假设你跟一个陌生人 然后刚好你们又没有共通的话题 也没有什么共通点 没有共同的兴趣 那么时事话题就是一个打开话夹子很重要的契机了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每天关注时事的 这也是一个破冰的好题材 不过有一些话题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涉及政治相关 或者是性别认同相关的 这些话题上难免会有一些比较激进 或者是比较狂热的人 只要别人的意见跟他不一样 他马上就翻脸不认人 所以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就尽量选择一些比较软性 然后比较娱乐性的时事来讨论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今天天气状况怎么样 或者是哪里有一个好玩的新景点 还是新的iPhone又发售了 新的游戏发售 或者是明星艺人的动态等等的 这些安全牌的时事话题开始聊起 第八点就是要学着应对不同的意见 聊天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合我们的意 很合我们理想的状况 但是也会有不合我们的意 不理想的状况 那在面对不理想的状况的时候 比如说别人跟你的意见有很大的不同 那如果说我们马上就使用不是这样的 或者是我不同意你作为开头 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别人可能就会产生逆反的心理 不想再跟你继续聊下去了 因为人在不被认同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起伏 这时候你的大脑就会被情绪控制 导致你不太想要继续听这个人说话 也不想再继续跟他往来下去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表达 结果就会不太一样 首先即使我们的想法跟别人是不同的 但是你也要基于礼貌先认同别人的想法 再以婉转客观的方式来表达 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当然如果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就会更好了 或者是说我觉得你这样说很有道理 那你觉得像我这样子想 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不错呢 诸如此类的方式 先表达出你同理他同意他的意见 并不是随便听听的 接着再把你的想法跟意见 放在后面回复对方 听起来聊天就会更加的顺畅 掌握以上八点技巧 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社交场合 轻松的和他人闲聊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会喜欢 还想看什么样主题小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见啰